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家里就静心端坐 后来白居士到了苏州 有人送给他西方雀纸这本书 书中破斥仙术 只归净土法门 白天佑才开始回心归向净土 但是他心中十分疑惑 净土法门与仙术有什么不同 因此福基向吕洞宾真人请教 吕洞人回答说 你为什么怀疑呢 水 火 风三种灾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仙人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极乐世界安稳自在 你要努力修行才是啊 吕洞人又让白居士持送金刚经 他心中的疑惑才解开 曹阿婆是白天佑居士的母亲 六十四岁的时候得了热病 白天佑从苏州赶回来 看到母亲已经断了气 只有胸前还有一些余温 家人已经为他准备好棺木和入殓的衣物 白天佑居士非常悲伤 于是向白衣大士祈祷 持送白衣神咒一万二千遍 发愿减受十二年来延长母亲的寿命 声泪俱下 第二天曹阿婆居然真的醒过来了 还要了一些水喝 过了几天病情就好转了 后来说到他刚死的时候 被两位阴间的官人牵引着 经过了几个土地城皇掌管的殷司 前往东岳府 东岳府军说 你有一个儿子为你诚心祈祷 仰仗白衣大士的威力免你死罪 于是又命令那两个官吏 带他出了东岳府 放回阳间 白天佑居士 因此劝母亲 修习净土法门 曹阿婆从此吃素 把每天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段 手持念珠称念阿弥陀佛 并将念佛功德回向西方净土 就这样过了十二年 曹阿婆七十六岁 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早晨起来 他告诉儿子白天佑 我要往生了 可以把各位亲戚请过来 我和他们告别 过了三天 阿婆沐浴更衣 躺在床上 安然往生 白天佑的岳母许氏 平常在家时 也持常斋念佛 但是不能专一心志 白天佑 白天佑迎接她到家中 叫她要放下万元 一心一意念佛 岳母许氏 按照她所说的话去做 当时她已经六十五岁了 从三月至六月 一心念佛不曾中断 有一天 许氏向白天佑礼拜 百居士感到非常惊讶 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回答 我从出生到现在 已经六十多年了 都是在颠倒梦想当中 没有一天感到安乐 自从你叫我念佛之后 我白天念佛 感觉一下就到晚上了 晚上念佛 又很快就到白天了 世间的快乐 怎么能与此相比呢 没有你的帮助 我是无法体会到这些的 所以我向你礼拜 百天佑礼士 又为她讲述 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 并且告诉她 只要能够得一心 极乐世界的圣经 自然会显现 但是当圣经出现的时候 也不要执着 又过了三个月 有一天晚上 许氏在静坐的时候 忽然看到 一朵金色的莲花 在面前盛开 转眼间 又化作千百亿朵 莲花不断地涌出 升到了虚空中 放着耀眼的光芒 第二天早晨 许氏再次礼拜 百天佑 把这件事告诉她 从此之后 她的容貌 风雨而有光泽 好像三十多岁的人一样 每天不再说闲话 晚上只睡两个多小时 就起身坐着念佛 这件事情 发生在清高宗乾隆四十二年 即公元一七七七年 许氏后来往生的事情 没有记载 今天的往生故事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